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每天的几百例上升到每天几千例 每天一万多例 越来越多人公开讨论清零政策是否有效 与此同时 人道灾难不断上演 看病难买菜难 防疫一刀切 令百姓怨声载道 却敢怒不敢言 近日一则视频在网上十分火爆 画面显示 长春领导到小区视察 与被封控的在家中的居民隔空喊话 在领导询问居民物资供应情况时 该户居民一边小声说着坏话 一边又大声地和领导称 一切都好 一边的孩子不明白家人为什么这样说 不断表示 给我说懵了 如此魔幻的一幕 也是大陆民众在疫情下的特写 一方面是赤裸裸的生存危机 一方面是危机下自我保护的意识 毕竟在清零政策已经变成清零政策的环境下 说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 大陆互联网近日热传一篇文章 谈到中共大搞动态清零的真实目的 文章开篇 单刀直入地说 这是一场用疫情为借口发动的 针对十几亿人的服从性训练 出生才几十天的婴儿就强制和父母分开 再被集中起来丢在一堆孩子里 没人照顾 而我们不敢说no 身患重病的妻子需要丈夫照顾 但丈夫被强行拖走 妻子被弹活活噎死 而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77岁的老人需要定期做血透 医院拒不接受 两天后去世 我们只能不痛不痒地说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每个人头上 是一座山 来安慰自己和身边的人 以上的这些遭遇 在其他正常时候发生了 我们会觉得是丧尽天良的残忍 但现在我们都OK了 接受了 为了抗疫 为了国运 为了某个宏大目标 我们可以反复突破一切底线 绝对服从 绝对纯洁 绝对可靠 丝毫不会动弹 这场训练的结果 是让我们无条件接受 不惜一切代价 所有与我们最亲的人 都可以被随时成为被牺牲的代价 总之 大是大非面前 不要讲代价 无论是一身令下 全程几千万人居家隔离 或是几万人关进集中营一样的地方隔离 或是将宠物任意扑杀 或者是凌晨四点 把所有人叫起来排队核酸 或是让所有人手机上 装上一个可以24小时跟踪定位的APP 或者是先宣布封城四天后 再无限期延期 这些都是反复训练 验证大家的服从程度 我们最基本的权利 母亲照顾婴儿 丈夫照顾妻子 子女照顾老人 还有我们对人生自由最起码的期望 全部被消灭的一干二净 文章提醒 如果你心里还保留了一些善良体面和同情心 脑子里还保留了一点点独立思考能力 这场训练的目的就是给你清零 人性清零 智商清零 两年不够 那我们再来十年 总之让你剩下的只是服从和听话 上海全市继续封锁 不过面对民间巨大抗疫声浪 上海市当局也承认 市面出现生活物资难以抵达家门的现象 表示要放宽部分限制 准许快递员出门上班 但效果令人深疑 4月7号 爆料公社网站上有人爆料说 上海一居民定的肯德基炸鸡 被政府截胡 送到了高档小区长宁区去了 结果肯德基也没有退钱给他 这位网民贴出肯德基给他的道歉短信 当中写道 尊敬的顾客非常抱歉 您之前咨询的大单专送服务 因为政府保供需要 暂时无法满足您的送餐需求 尽请谅解 这位网民讽刺的说 太好了 人上人们吃上免费的肯德基了 底层人民付了的钱却没有了 同时也的确有一位网民 在群聊中晒照片说 我婆婆家在长宁区 发第二次的免费物资了 发的是肯德基 另外在浦东航头镇爆发骚动 一段视频中 一位男士解释说 当地发放物资 不发给外地人 于是外地人和警察爆发冲突 视频中许多人抱着 异乡像的物资四散而去 网民议论说 这是不是又是当局 在挑动群众斗群众 中共炉火纯青的老招式了 闹越大越好 等打砸抢烧失控了 就能军管戒严 趁机狠狠镇压一波了 也有人批评当局 不发人家物资 你干嘛隔离人家 上海封城经济社会活动 全部停摆 严厉封城措施下 小微企业面临灭顶之灾 著名独立经济学家 龚胜利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上海每天经济损失100亿人民币 上海是中国的第一大经济城市 也是财政收入最高的一个城市 上海如果这样延续一段时间 那将非常麻烦 一位在上海从事服装制造业的 小微业主张先生表示 这波疫情风控 对他的工厂打击非常大 其工厂位于浦东 有100多位员工 但他们大部分住在浦西 他的工厂从3月14号起 就无法正常运作 如果再这样持续一周 很多企业就只能倒闭 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外贸进出港 承载着联通国内与国际市场的重要功能 但风控措施已经使港口运行严重放缓 张先生说 到欧美的航线运价与疫情前比 已经相差10倍以上 令进出口企业促进艰苦 这就是个很难的选择 不做饿死 做了立即就死 龚胜利认为 中国目前只有五个城市和地区有财政盈利 第一就是上海 中国今年的GDP的增长目标是5.5% 而上海所在的华东地区就约占2% 目前上海疫情尚未看到拐点 对于未来 它也感到难以预测 从每一天的疫情战报来看 是看不到结局的 它造成的真正危害是半个月还是一个月 还是向周边辐射 现在没有办法能预料 如果上海周边地区 华东 包括江苏省 浙江省 如果说也是这样的话 那肯定非常非常之严峻了 那中国的经济 可能要遭受一个前所未有的挫折 他认为 现在可能是三年来疫情最严峻的时期 现在上南判断它的结果 主要就看疫情和风控 还要持续多久 据中共驻新西兰大使馆网站4月8号的消息 近期 新西兰当地媒体报道 新西兰海关自去年11月以来 查获了多起中国公民携带违禁药品入境的案例 特别是用于防治COVID-19的莲花清温胶囊 相关的案例明显增多 消息指 莲花清温胶囊是中共官方推荐 用于治疗COVID-19的中程药 但是因为该药含了新西兰法律 明文规定的受管控药物成分 新西兰政府将其列为违禁药品 驻新西兰使馆提醒中国公民 关注新西兰政府的有关规定 赴新西兰中国公民 如果需要携带供个人使用的药品入境 请提前通过新西兰海关网站 和新西兰卫生部网站了解相关信息 并且在入境时按规定申报 以免造成入境受阻和个人财产的损失 除了新西兰 澳洲也将莲花清温列为违禁药物 澳大利亚边境执法局警告民众 不要从海外订购 自认为可以预防或治疗COVID-19的违禁药物 其中包括莲花清温颗粒和硫酸强铝魁片 等两种产自中国厂商的药品 不查惨案震惊全球 更惊人的是 乌克兰官方透露 在基辅附近的小镇 伯罗姜卡发现的情况 比起布查要严重得多 乌克兰总检察长维涅·迪克托瓦 4月7号发表电视讲话说 伯罗姜卡遭到俄军空袭 有多位平民伤亡 两栋大房子被炸毁 搜出26具尸体 这仅仅是搜索了两栋房子的结果 暴行事实上是个法律用词 包含战争罪 反人类罪 以及种族灭绝罪等三种罪行 我想我们现在要开始熟悉这个词汇 伯罗姜卡就是个非常具说明性的例子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表示 正在清理伯罗姜卡的瓦砾 发现情况比布查要可怕得多 他说 至今俄罗斯政府和军队 是地球上对于自由 人类安全和人权概念本身的最大威胁 泽连斯基补充说 马里乌波尔也有类似的暴行 他说 俄军撤离后几乎在每条街道 都能看到同样残忍可怕的罪行 但俄军却借此宣传 好像这些人是被乌克兰保卫国家的战士 杀害的一样 台湾前总统府资政彭明敏 8号清晨5点55分离世 终年98岁 彭明敏文教基金会表示 按照彭明敏的遗嘱 一切从简 不办任何形式的丧礼 入宴火化后 埋葬于高雄盐城教会的盐光墓园 彭明敏1923年8月15号出生于台中大甲 1964年因为发表台湾自救宣言 被判刑8年 特赦出狱后 在情治单位24小时的监控下 便装逃亡海外20余年 后来返台 1996年竞选第一届民选总统 由于彭明敏在台独运动中的代表性地位 很多人称他为台独教父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对彭明敏去世表达万分不舍 对台湾而言 彭明敏是开创新路的先行者 对赖清德而言 是令人尊敬的师长 民主前辈 更是共同为理想打拼的伙伴 行政院长苏贞昌受访说 彭明敏一辈子爱台湾 为台湾努力 令人敬重 后来者会追随脚步 让台湾能有最好的将来 好的以上是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的订阅留言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